追女生到底该不该给她花钱呢 99%男生都不知道 今天这段视频呢 建议你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那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 总结一句话就是 你可以为爱情花钱 但是不要为女人花钱 什么意思呢 记住三个原则 第一个 你可以在约会项目上花钱 你可以请她吃饭 你也可以去带她玩 也可以把项目呢 搞得丰富一点 贵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是你们两个人 共同参与的项目 玩得开心啊 体验感好 情绪到位了 是可以培养出感情的 那这些呢是属于你们两个人 相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就是属于为爱情花钱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口口嗖嗖的 要两个人AA 那就算这个女生 她是对你有好感 她也会觉得说 你都不愿意为她付出 那怎么能说明 你是真的喜欢她呢 第二个 你直接给她发红包 转账买礼物买包包 这一些钱不应该花 因为这个是你直接 把钱花给了她本人 你没有任何残疑感 这种钱花多了 只会让原本平等的关系 变成你是舔狗 她是女生 你越来越卑微 她越来越高 最后的结果就是 她觉得你配不上她 这个就是为女人花钱 第三个 有钱尽量自己花 跟女生逛街的时候呢 你可以给自己 买几千块的衣服 买几千块的裤子 顺便呢 给你爸妈也买一点 就买给她看 买着买着 她就给你好感了 记住啊 你自己优秀 才能够吸引到她 整天给她买这买那的人 她也会把你当成池塘里的鱼 才是最大的一条 你把她变优秀了 她就会觉得你配不上她 总结一句话 爱情是礼尚往来的 你要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也可以花在约会项目上 但是不能直接花在她本人身上 明白了吗 追女生有任何困惑 欢迎来找我哦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你声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 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